MCU的領域 今天我們同樣的會邀請到 三位專家來跟大家來談 如何在 MCU 這一塊領域 就能夠去發揮 AI 強大的功能 我們把已經在 Face Model 上面驗證過的軟體 再放到 Cycle Model 上面去跑 這個 Tool 它不需要費時的去設定的環境 最重要的是你能夠立即的得到自訂代碼的分析結果 這是一個人臉辨識的範例 我們同樣在這個範例使用 STN-SAR H747 M7 雙核心的一個產品 再搭配一個 VG5 661 的一個套件 那這樣子的一個辨識 不只是說來做人臉辨識 我們也建議使用者可以來做 包括你說的冰箱裡面的一些 產品的一個辨識 或者是在玩具裡面 來可以做辨識 使用跟使用者來做一些互動 那這裡面的 MCU 就可以幫我們 SENSIMO 自動工具 自動幫你建出來的 AI 的 model 然後它就可以幫你做 real-time 的辨識 裝置的狀態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不需要寫任何一行 code 你就可以利用這套工具 你故意的介面 幫你把你的 AI 模特兒建出來 非常簡單 非常快速 OK